近日据媒体报道 为了获得五常的支持 莫迪抛出了史上最大的一笔军火订单 最近印度与俄罗斯签订了印度史上最大的一笔军火订单 这笔军火订单总价值高达145亿美元 包括了四艘战舰和数百辆坦克 在这个时刻印度送给俄罗斯的一份超级大单 显然是希望俄罗斯能支持印度在克里米亚的行为 普京自然是十分高兴地表示 我们笑纳了 并且作为回报 俄罗斯也表示支持印度加入联合国五常 印度与俄罗斯在军事领域向来有十分深厚的合作基础 印度陆海空三军中不发俄罗斯的武器装备 并且随着印巴关系的持续紧张 对印度国防也构成了巨大的压力 印度迫切需要升级本国的武器装备 来保持对巴基斯坦的优势 同时也借助这次军构拉拢俄罗斯 从而让印度加入联合国五常 获得十分渺茫的机会 印度这笔军构大单主要包括三个方面 首先是海军方面 印度将继续从俄罗斯引进11356型护卫舰 这型护卫舰也是俄罗斯专门为印度设计的一型护卫舰 此前印度海军已经多次引进这款护卫舰 这次再次引进 看来印度海军对这款护卫舰的性能非常满意 这型舰最大的特点就是继承了俄罗斯军舰火力强大的特色 除了海军的四艘护卫舰外 印度陆军也将引进400多辆的T90S坦克 这款坦克也是俄罗斯目前最主要的外贸坦克 也是印度陆军的主力装备 作为T72坦克的升级版 T90S坦克在防护力方面有了大量的提升 一旦这款坦克大量加入印度陆军 印度陆军的实力也将获得极大的提升 同时印度购买这款坦克也标志着国产阿雄坦克彻底走向失败 最后就是印度这次军购的重点 那就是五个团的S400防空导弹 这款防空导弹也是目前全世界最先进的防空导弹 无论是探测能力还是拦截距离 这款防空系统都做到了国际先进水平 而且这款防空系统还具备反引身能力 一旦印度大规模列装这款导弹 无疑将令印度的防空实力获得质的提升 同时也能够极大弥补印度现有防空能力不足的弊端 虽然这次印度军购令俄罗斯喜笑颜开 但也并不见得印度此举就能在俄罗斯的支持下加入无常 毕竟联合国不是俄罗斯一国说了算 而且印度也不要忘了 这次印度引进S400也是得罪了美国的 而且美国早已经事先警告过印度禁止购买S400 但印度依然一意孤行 估计印度想进入武常 美国是第一个投反对票的 看来这次印度的愿望还是不可能实现